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没有办法与往生者沟通呢 世界上跟往生者沟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在以前的禅宗出祖达摩祖时曾经说过 全凭心意下功夫 尤其是我们跟自己的仙人 跟自己的祖先 还有自己的亲人 过世的亲人交道的时候 你只需要静下来 用自己的心 心发出的音 叫意念的意 中文字一个心加一个音 音乐的音 叫意念 叫意 那这个心意下功夫 这个意你心动了 你发出一个心电波 当然这个不是普通的心电波 它是一种意念波 那这种意念波 它发出之后 那么它可以在暗物质世界中 被那边接收到 接收到 那么接收到以后 它就知道你要做什么 那么它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波 跟你对答 这个使你心境 你反正能够捕捉到 它跟你对答的话 对答的话 问候你的话 或者交代你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是通过自己的心意 静定之后 用心意下功夫 有的老人就喜欢特别唠叨 去了 这个有的七八十岁的老人 去看他的父母 就说爸 妈 我们家过得挺好的 你放心 这个我大儿子生了几个孙子 都几岁了 我女儿呢 生了几个外孙 几岁了 他们叫什么名字 有时间你去看看他们 有时间我带他们来看看你 蛮热闹的 他听得到 因为你这个是发自自己的心 通过口述出来的 所以他真的对方 他就收得到 收得到 所以是这个 像这些都不是什么难的技术 关键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中 你们从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没有学这种知识 对于这个暗默主事件 对于这个隐态世界的 这个知识 严重缺乏 那这个是因为 这两三百年来 西方科技 那么引导人的欲望 膨胀 人都开始为自己的 眼耳鼻舌 深意的 这种六种欲望 去封了 我们叫他诗心封 而不知道去回归 一个真实的 一个灵的 灵性生命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度上 去看待自己的生命 那么当然这两三百年来 我们以西方所谓的教育体系 建立起来的新文化的教育 就是一种把这种传统的 关于人死后的这个实现文化部分 统统给毁坏掉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那么这个叫在破脏水的时候 把孩子也一起破掉了 那么为什么呢 这个传统文化 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 在帝王的这个燃指下进行传播 它具备了很多腐朽的东西 包括清朝女人还要缠小脚 对不对 你如果是说 我们传统文化应该继续 那你们这些女孩子 现在都应该缠小脚 那这种是什么文化 这是摧残人性 让人不健康的文化 为什么要缠小脚 走起来一扭一扭一扭的漂亮 漂亮 苗条 饶条少女 君子好求 但是为了这个 实际上不科学 违反人的这个生理 违反自然之道 那像这种文化就不能再传播了 这是腐朽的这种 封建帝王文化 那么我们但是 在这两千多年中的文化中 还保留了大量真实的部分 也就是属于孩子的 不是脏水这个部分 那你结果在新文化的 所谓的旗帜下 把这些真的 那些很宝贵的东西都给丢失了 也一起当成糟粕给丢弃 所以我们受两百多年的 一个文化的冲击 一个冲击波 这一波把我们的根基都毁坏了 就像搞地震的一样 塌方式的 完全断代式的 这一百年 从1900年到2000年 现在的2016年这期间 我们的文化没有修复 关于鬼魂世界 关于神明世界 关于这个古代的 对暗物质世界的 引态世界的科学知识的传播 这是有但也极需要 恢复的一个部分 这是传统文化 精华的部分 关于人的 生命的两段生命 一个就是活着的生命 死后生命的实相认知 结果导致我们这一代人 包括你们这一代人 对这个死后的实相 完全不能够认知 你对死后的实相 这一段生命不能认知 对生的时候的这一段生命 就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在那些没有用的地方上 而没有为死后去 很好的设计 跟做一些准备 所以当你明白死后 你还有一个生命体存在着的时候 那你活着的时候 你会尽量地把这一生 所做的一些东西 转换成一种能量 转世到那个灵界 甚至转世到自己的下一生 还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人不是迟迢迢来 你是背着善跟恶来的 你也不是迟迢迢地走 你死的时候 要背着善跟恶再去走的 没有那么容易地说 我光着身子来 我死也光着身子去 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个智慧者 通过清明节的反思 那你要反思 另一段生命的 死后生命的真相 那么赶紧地反思 反思自己 就是我为什么要活着 那我活着 这一辈子所做的努力 能不能转换成一种能量 被我带走 带到来生再用 或者带到灵界再用 这个重要 这你一生就没有白活 否则你到死的时候 你为满足自己的愚望 那个所造的房子 所买的汽车 买的经营首饰 都没有一样能带走的 你会觉得很遗憾 一个人死而无憾 是很伟大的 所以是要争取自己 明白死后的事件 那么你活着 你就会去安排自己 哪些是我最重要的 哪些是错误的认知 所以这个 借清明节 大家应该有一次 很好的聪明起来 明白起来 聪明起来 脑袋要清醒起来 清醒地认知 认知这个生命的实相 认知我们怎么样 活着一生不白活 能够把这些东西 带到来世去 带到灵界去 甚至是 我们如果努力的好 一生可以成就 我没有六道轮回 没有来世 我获得了一个 永生的生命体 我不在这个六道中 再去生死轮回 那么这些呢 都有带有我们 后面的一些系列 给大家逐渐地去展开 展现 好 非常感谢张卜生教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清明节的点点滴滴 关于笑道这个系列 那接下来 我们在4月1号 OOSS将会举办 这个清明节法会 那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邀请到 我们的名师 张卜生教授 带领我们大众 一起来进行不同的仪式 还有了解 这个清明节的意义 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来参加 我们这个清明节 访会的朋友呢 可以上网报名 或者播导我们的热线 非常感谢大家 观看我们的 智慧生命大讲堂之校道 那接下来 我们会推出 更精彩的内容 所以记得 锁定我们的播导 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 高度人生 智慧生命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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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